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responsible for prince声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次请教练开欢迎的 Ehud 谢谢 dr 都要在采访当中 叫马英九总统 或者叫马主席 因为是中国大陆的媒体 跟台湾媒体一块采访 中国当局的说法 是为了避免中方媒体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有尴尬的情况出现 包括收音的时候不好处理 所以就拜托台湾媒体的同仁 所以你就觉得 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 中国哪里叫媒体 马英九先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 马英九先生是 中国的国民党的主席 那是跟习近平 主席 习近平不是说 总书记 国共两党领导人在新加坡 见了面的 你至于 今天不能叫他 马总统或者叫他马主席 叫他什么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媒体 令人感觉到 这个事情还有我们这样的同行啊 这个 这个 我感觉 没办法说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不出来 你这种基本的事实 你都不尊重 你还讨论什么呢 对吧 所以你去讲台湾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 就是说台湾人 你们靠美国人怎么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你不靠美国人 中国大陆会欺负到台湾什么程度啊 你说是不是啊 幸会有一个美国人跟台湾人撑撑腰 对吧 你对这个马英九如此的不尊重 实际上就是因为台湾的问题嘛 对吧 你不承认人家是这个总统 嗯 这不是很荒谬吗 那你搞这个钟三菱干什么 你这个钟三菱啊 这个这个 这个 就培育了差不多是你们两个 这个一个新典党 一个国民党 一个共产党 你们双方都认为他是国父 对吧 那既然都认为他是国父 你们两兄弟啊 这个这个就应该在一起 就是说 更共同的遵守这个国父给你的遗顺 起码就是首先彼此认同 对 其实都没有 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共产党也不是好东西 至少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几十年中间 国民党杀了很多共产党人 那是山鱼马 雪流成河 非常残暴 那么这个共产党也不是好东西 也杀了国民党很多人 而且内战结束之后 五十年代的时候 杀了多少中国的精英分子 很多是国民党 对吧 但是很多不仅是国民党 也是中国的乡绅 中国的资本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 就这么三了 所以国共这两个都不是东西 但是这个不是东西的最会合手之一 就是深圳三 就是深圳三 深圳三那个时候表现一种激进的革命 学美国的 学西方的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 就是急于求成 原来按照中国的那种朝代的更迭一样的 就是骂 这个朝代不行 我们必须把它推翻 所以这次马英九到南京也是讲 因为清朝腐败 所以我们就推翻它 那你后来的国民党不一样的腐败吗 你比清朝腐败好在哪里去啊 那共产党的腐败 那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还在抓人 对不对 那不腐败吗 所以中国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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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尊重基本的事实 而只想革命 这就是境对的最大的一个悲哀 今天 国民党 这个 对自己的这种 自己犯下的这些罪恶 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这个检讨 更大了 这更没有 但是中华民国 国民党在台湾所创造的成就 辉煌 那是远远在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是中国大陆 第一 面临过共产党跟你争天下 互相杀的这个突破血流 第二 这个 有日本侵略中国 你根本就没办法来 来管理这个国家 你的首都都是搬到这个 成群去了 第三 军阀奋战 北洋军阀控制很长时间 各地军阀 使这个老蒋没办法领到中国 当然老蒋无能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 但是整体来讲 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38年 没有太大的成就 他没机会有成就 但是问题造成一大队 而且制造了一个共产党 没把共产党干掉 喝喝这么久 所以我曾经去台湾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现在对你们最大的意见就是 就是你们长江以南都守不住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如果你长江以南守住的话 至少中国今天就有更多政治缓程机会 但是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 有反省 也有作恶 杀了台湾人 但是很长时间 还是一起跟台湾一起 创造了今天的辉煌 台湾的经济 在整个亚洲地区也是比较早的 亚洲吉小龙之一 对吧 台湾的人文教育 台湾的思想品质 其实很多大陆人跑到台湾去 最美的风景是台湾人 这个看得太浅薄了 台湾里面也有坏人 但是整体来讲 确实是很不错的 台湾很不错 而且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你到台湾去 你不管国民党和民进党怎么斗吧 大家还承认这个选举 比美国还好一些 美国选举完了还不承认 台湾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双方都是大体上认可选举 我觉得台湾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刚才国民党在台湾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辉煌 很值得中国大陆学习 但是大陆在这个时候表现一种霸道 一种居高临下 一种说 台湾你们统一吧 你们可以来当国家副主席 神经病啊 你觉得那个国家副主席好还是总统好啊 对不对 你以为我十几亿人口 你得当个副主席 副主席算什么啊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得到台湾的人心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马英九先生这一次去 是有利于两岸的这种关系的缓撑 缓和 一方面他对于他个人来讲 去了一下他的政治理念的一个源头 中三年或者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府 然后他还要去自己的家乡 无论是乡谭还是宁乡 都是他的父母的这个 这个跟他讲过很多次的这个家乡 因为我有一次跟马英九吃饭 单独吃饭 他就讲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的话 就是我妈妈就讲这种话 他妈妈也是非常优秀 他父亲也是很了不起的人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影响非常之大 那么他这次能够去中国 有十几天而且是清明节 可以按照中国的传统 可以表示对前辈的这样一种敬意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从大的方向来讲 两岸现在就是台湾 不多的跟美国的关系 我前面讲了 你没有美国不行 但是你光只有美国也不行 因为中国大陆就在你的附近 所以你跟中国大陆如果能够有些高通 有些缓程 无论是马英九还是李英九 这都是非常好的 马英九这次在中山林呢 他做了一个致辞 致辞当中呢 中国媒体不让提总统 他自己提 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马英九 然后他特别强调是民国一百一十二年的 对对对 他提了一个 他提一次是 他写的是公元多少年 对对对 后来又写了一一二 对对对 一一二那就是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嘛 但是问题是 一百一十二年只有三十八年在大陆啊 七十多年是在台湾啊 而且三十八年有共会 有日本侵略者 还有军阀 对吧 实际上没有执政多少 没错 那三十八年是不完整的 对 而且我也不 很多一些朋友 现在把这个民国的时间描述得太美好了 那就是城市 或者某个阶层 就是说 或者是中国的某一种传统 那种传统 未必是跟民国有关系 它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的文化传统 所形成的一个乡身 形成的一个家族的这么一个世界 一个乡身世界 另外就是民国时期 你毕竟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原来 就是说 开始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探势 这种探势不是从 那时候开始的 对吧 袁世凯 其他的 对对对 晚清有了 晚清就是在搞变革 这个变来变去 改革没有成功 出了一帮革命党 没错 因为当时清朝王室就已经把这个王室子弟啊 公主啊送到英国去 是啊 是啊 你看 多少年轻人 多少平民子弟会到美国来留学 哎呀 我倒不是晚清的后代 我跟清朝没关系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哎呀 这个历史的机遇就是靠运气 如果没有山东山这样的胡闹的人 就是今天我们可能还是留着辫子 我们的元首不叫国家主席叫皇帝 但是我们的日子如果是自由的 也有这种可能性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新闻当中 因为今天啊或者说 中国来说可以说昨天了吧 马英九去中国 但是在他落地上海之前呢 有个信息说啊 说街机的人规格很高 中国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 丁薛祥也是中共的常委 那么这个级别如果是真的来接待马英九的话 那规格不一样了 当然马英九落地上海很明显 街机的这个最高规格的官员呢就是这个台办的副主任 另外再加上上海市委的一个秘书长 而且下飞机的时候呢 没有红毯 没有那种级别更高的一些接待 我不知道您对之前说 这些街机 多半的情况之下都不是的 你一个什么总统到美国来 你说办人总统去接机 那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讲 国务院可能一个副国务卿 或者做理国务卿 甚至是理病师 就是负责理病人来接待你一下就可以了 街机这个事情 只要是面对元首 我不是说接待的 就是一般情况之下 都不太可能是元首或者是重要的官员去接待 何看马英九先生 他已经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也不是国民党主席 如果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或者是国民党主席 而且呢两个地方要开始和平谈判 两岸看看怎么办 那个呢你声势怎么打都没关系 甚至习近平亲自接接也可以 是不是 但是现在不是 这是他一个个人性质的一个理性 他也不代表国民党 对吧 更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搞一个高规则 我觉得台办副主任就已经够高了 已经很高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之前的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可能是 可能是记者 要么就是有消息 就是误导了他 要么是他根本就不懂 根本不懂 丁学强现在是一级国家领导人 而且我今天看了你的报道里面讲 说他是权力最大的常务副总理 是吧 那就更没有时间去见他 当然丁学强和马英九应该是认识的 那么在新加坡好像是丁学强 对对对 因为当时丁学强是陪习近平去的 对 私底下见不见我都不知道 就是说 但是公开的话呢 北京似乎是想把马英九的个人行为做得比较低调一点 因为也不想做得太强势 太强势化影响国民党在台湾的未来面临的总统选址 就是中国大陆要试图不要搞得好像马英九是我们代理人 马英九是我们哥们 马英九怎么样 这个对马英九个人也未必有好处 因为马英九还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前总统嘛 对吧 他未来的讲话还是要代表台湾的这个利益嘛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之前应该是一种误传 今天马英九是跟江苏省的省委书记见面了 那是可能的 见面的时候呢 他自己也提到了 特别回顾了当年15年的时候 在新加坡跟习近平先生 如何如何 好像他很回味那段时间 所以呢有媒体猜测说 之后他因为他在中国大陆还要待将近十天的时间 那么这十天当中有没有可能 会去见某个级别稍微高一些中央级别的领导人 有可能 但是中国国务院 中国外交部 今天接受法新社的这个提问的时候 外交部是说 这个事情不关于外交部落馆 应该问这个中方的相关部门 对 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发言人呢 老是外交部出来发言人 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中国政府应该有发言人 对 中国的军队应该有发言人 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发言人 就是说 外交部是专门管这个外交事务有关的 这个名字就是外交部 对 但是中国什么事情 外交部好像代表了一切的发言人 我们练这个节目批一下 尽快的设置极端的发言人 这样的话 你要讲美国 美国有总统府的 有国务院的 有五角大楼的 对吧 各个部门 各个部门的人 对 对 对 中国已经搞过 每一个部门搞一个发言人 搞了半天什么都没搞起来 因为中国人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体制 不太习惯于跟媒体讲话 所以他特别害怕 有一个部门撒谎就算了 但是有人猜测说因为丁薛祥不见那是情有可原 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理由来见面 但是有人猜测呢 会不会跟这个王顾宁敬明 王顾宁现在主管这个统战这块了 那您认为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我就不知道 也不是说秘密有时候就是不想他身上嘛 我觉得有可能 甚至习近平也属于想 老马哥小马哥回来了 我们私底下吃个饭 回顾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在习近平看起来马英九还是 但是马英九这个人形象很好 讲话呢也是温温如雅 对吧 知识也很丰富 所以习近平不仅是念旧情 很多事情向马英九请教啊 或者聊聊天啊 我觉得都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但是他们说是不是见面 或者见了面也好 是不是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反正这个民众呢 一直在围观马英九 尤其南京市民啊 从这个中山陵一直追追到这个总统府 终于看到了 看到之后呢民众讨论马英九啊 这个比电视上好看 双眼皮没有拉坏 所以这个民众说 哎呀不容易啊 73岁了能够回来啊 真可怜啊 所以其实民众对马英九的这种 评论也好啊 或者说这种 直言片语的这种描述也好 它更像一个人性化的描述 就不能叫不像一个人 对对对 要么就是神 要么就是鬼 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像 对对对对 马英九在台湾的时候 他那个是什么职位我都忘了 反正就是电视台老是报到他跑步 吹点短裤 哈哈 那些中医大妈们 哇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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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英俊啊 哈哈哈哈 所以不知道这个马英九之后会不会像我们刚才猜测到的 跟中国的这个中共当局的更高一阶层的这个领导人 有个会晤有个见面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的 我们也只能够按下来看看之后几天会有什么消息 正道消息小道消息我们也打听打听 下个星期我也许可以讲一讲 看看你有什么小道消息 我现在已经没 我现在全力不关心人工智能 好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继续来分析 或者说再分享一下如果有更新的信息 来分享一下马英九这次去中国大陆的行程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是梁骏 我是和平 谢谢大家 谢谢